Hello,我是老雷耶 我又出发了 不可思议是不是 反正我自己认为不可思议 不敢相信 但是是真的 今天是第五天了 我已经在路上了 又继续走了 你们看看我现在 住的这个地方呢 我租了一个小旅馆 胸牙里向下的一个小旅馆 那是我的衣服 做了一些laundry 然后对 那有一个女性的一个裤子 我晚点跟你讲 我自己的一些事 首先可能有一些 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 对不对 就想着 那个人为啥 胡子那么头发那么怪 什么的 说什么继续走了 是这样子 我有一个项目 我07年的时候决定 那个时候我在北京 北京电影学院 我那个时候决定 要从北京 从我那个时候的家 在追踪路里边 徒步走到我德国的家 今天是2023是不是 还没有走到 我是这个地球上最慢的一个 徒步达人 如果你要这样说 徒步达人 我看的是最烂的 反正是最慢的 对 然后我是去年 9月份的时候 终于走到 匈牙利 布达佩斯 那个时候 我以为离我自己的家 不远了 但是 等我走到 布达佩斯 我突然感觉 整个身体不好了 我腰椎键盘突出 很严重 让我住院了 其实那种病啊 有人会问我 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 就是有可能是基因 有可能是 某一些动作 练得不好 或者是做得不好 有可能是我 一直拉着我的车 很多原因吧 然后其他的一些 摄影师 跟我讲 很多摄影师 因为一直背着那些气惨 就会出现那种毛病 无论怎么样 只有接受 对不对 那个时候住院了 挺惨的 挺失望的感觉 住院一周 然后出院了 那个时候没有好啊 他们本来要给我动手术 我拒绝 我不要 然后因为我跟自己一些 在德鲁的一些医生啊 我跟他们沟通啊 他们说哎呀 动手术啊 那个是最后的一个 一个选择 一个选项 你还是先练练 那个物理治疗吧 所以说呢 我那个时候做决定 就是去年9月份的时候 在布达佩斯 我决定先暂停 不走了 在布达佩斯 租了一个房子 你小房子 你都看到过 对不对 然后买了一个 那种床 放在那了 一个床垫吧 然后每一周 两三次 去找一个 物理治疗的一个阿姨 我的那个教练是个阿姨 一个很文明的阿姨 然后跟他练 还做我的那些 作业吧 就是在家里练啊 偶尔 跟他们沟通啊 什么的 然后就 希望他能好起来 他确实也好了 但不是说彻底好了 就是好多了 但是不是说 好像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是完全OK的 我还是有一些痛啊 我还是得小心 我现在走的特别慢 就是说 以前可能每一天呢 我会 我可能以前会觉得 一天平均走一个 不知道 20 25 30公里 没事 现在我 10公里 12 13 差不多这样 物理治疗的那个阿姨 在我跟他说 我是上个月告诉他 我觉得这个 我在布达佩斯 待了一个六个月 我要不要接着走 他说 你觉得可以吗 就是你现在这个状况 好了是好了 但是不是彻底好了 对不对 我说 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种心理平衡 和身体的一种平衡 对不对 就是 其实这两个 也要达到一种平衡 我是觉得这么说吧 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 我走到布达佩斯 那个时候 我的精神状态挺好的 身体一下就很烂了 对不对 住院了 当我这个物理治疗 练的几个月之后呢 我这个身体又回复了不少 但没有彻底好 对不对 但回复了不少 但是同时 我的精神状态又下降了 对吧 因为我一直被困在那了 我一直在那躺着 我一直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进展的感觉 所以 我最后我觉得 我不希望这个精神状态 它继续恶化下去 所以 而且恶化下去的话 它可能也会影响到我的身体情况 对不对 就是因为所有这些都是 都有联络 对不对 尤其那种跟精神 跟神经有关的那种病 所以说呢 我跟他说 可不可以 我接着走 他说可以 但是你需要小心 一天走十公里落 然后好好休息什么的 我跟他答应 所以我现在又继续走了 第五天了 今天休息 所以说我今天录视频 我为啥给你讲那么多 对了 那个女性的裤子 我不是一个人走的 现在 不是 跟我的老婆 不是跟我的女朋友 跟我没有那种浪漫 性方面的那种关系 没有 是一个年轻的一个女性朋友 也确实很漂亮什么的 但是我们没有那种关系 我们就是哥们 他是格鲁加的一个 我很好的一个朋友 我的Coco Toto Gogra Mao 就在他的家 帮我养 然后他就觉得 可以过来 等我 因为他正好没试盖 被抽鱿鱼了 他就可以过来 陪伴我 我说你是我的emotional support cat 你知道吗 就是无论中文这么说 飞机上有一些人 他因为自己很害怕 坐飞机 他可以选择 带上一种宠物吧 就是说 这条狗 这只狗 或者是 这只猫 或者是 甚至这只鸟 什么的 他会让我感觉 心里踏实 所以 他可以带上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所以 我跟我的那个朋友说 你是我的emotional support cat 对 就是 一起走 如果说 我路上出什么状况 或者啥 有他 有他在比较好 所以说 我挺开心的 我们两个人走 对 然后 对 跟你们讲那么多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这段时间 我很难录视频 我一整天都跟他走 中午休息的话 我以前自己走的时候 我可以用休息的时候 去录视频什么的 但是现在我还是 我还要跟我朋友聊天 对不对 我也不能一直 是他 所以说 我有一点对不住 就是觉得 这个频道 我可能会发的比较少一点 对不对 其实 这段时间 我不是一直 发的挺少的 就是因为我 这段时间 忙着准备 出发 要推访 什么的 要多一点 去练物理治疗 对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 我会偶尔 录个视频 其实我有一些话题 挺想说的 我们今天就多说一些 乱说 那个都说一些 然后我现在比较 着急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我纠结的一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在我的英文 播客上 在我的那些英文的那些 社交网那些账号上 怎么 怎么说 这件事 就是我跟一个朋友 而且还是个女性 而且还是个年轻女性 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年轻女性 我跟他一起走 我很怕那种八卦 知道吗 就是一方图片 别人说 老人女生 就好像我们有一腿 没有 我都不知道 这个 我是不是每次都要强调 没有那种关系 但是这么一说 也不尊重 对不对 谁说 男性女性不能当朋友 对不对 不知道 我在想这个问题 其实怎么说 对我来说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一直自己一个人走 也有一点 怎么说 一方面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的话 我相对来说比较开放一点 就是我会 360度开放 对于外面的世界 就是我从某一个什么小村庄 我从 马路上走 我看着 其他要打招呼 要跟我聊天 或者我都会接受 因为我一个人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你是两个人的话 或许 我正忙着跟他聊天 或者是我 不知道 别人要跟我们打交道 或者啥 我可能会 说完了就吐槽 就跟我朋友 要评论那个人 明白吗 这种 其实两个人旅游的话 不会那么开放 我总觉得 但是也有很多优势 因为两个人 首先当然去 比如说进个超市 或者啥 我不是有一个拉拉车 把拉拉车放在外面 朋友帮我看 或者是我看 他进超市买东西什么的 比较方便一点 要去上厕所 或者啥也比较方便 你其实也不会那么孤独 对不对 有的时候可能会无聊 一个人走的话 其实我很少有那种 无聊的那种状态 但是 有的时候还是会觉得 有人陪伴 还是比较好一点 对吧 可以一起分享 比如说一个什么美景 或者啥 可以一起看 也挺好的 而且 对比较有安全感 就是不是说好像坏爷爷 或者啥 他也帮不了什么忙 但是 尤其我现在这个 腰的这个情况 我还觉得他在 挺好的 只是 住帐篷的话 特别急 我们昨天晚上 前天晚上 就是 住帐篷 哎呀 那个急的 尤其因为没有那种关系 对不对 就是我还是觉得 他一个睡袋 我一个睡袋 然后中间 要不要放点什么东西呢 隔着吗 但是中间没有空间了 对 然后 我们现在 走的不多 跟以前比的话 我完全 不好意思说 但是 还是有一些进展 我觉得挺好的 对 是这么一个意思 给你讲了一些 我自己的事 我想想 还有一些话题要说 好 第一个话题就是 TikTok 抖音 他的海外版 特别受欢迎 尤其美国 但是 其实欧盟啊 什么也受欢迎 很多小屁合 会玩那个 但是不止 有很多年轻人啊 或者是甚至 年纪大一点的人 很喜欢TikTok 喜欢他的一些功能 喜欢他的速度 喜欢他的算法 就是他会一直 给你推送一些内容 什么的 一些content 那个东西呢 不是美国国会 他们正在讨论 要不要禁止掉吗 要把它ban掉 就是美国不让用了 如果说通过了这个法案 就不能用了 我支持吗 我是前天晚上 我记得我 那个时候不是住帐篷吗 跟我那个朋友 特别急 对不对 我那个时候 躺在那很不舒服 刷手机 突然收到信息 是那个JJ 我们那个 Po爱好者 JJ 就跟我发信息 说你怎么看 你支持他们禁止吗 还是你会觉得 你还是主掌 美国那种言论自由 就是美国 他的标准 是不是应该跟中共不一样吗 中共随便禁止一些 其他的国家的 什么网页 什么YouTube 我也不知道 Google Facebook Twitter 所有那些 他都禁止了 随便禁止了 对不对 中共我是说 那我作为一个西方人呢 我是不是觉得 西方应该有 另外一种标准 不能这样 把所谓敌人国家的一些网页随便禁止 对吧 JJ这样问我呢 我有点脾气大了 我说 Ban掉 Ban the motherfuckers TikTok不能要了 就是我是真的认为不能要了 但是 怎么说 我还是 我还是理解 JJ他的 他的观点 或者是我都不知道 那个是不是他的观点 还是他只是那样问了 对不对 我都不知道他的解论是什么 他支持还是不支持 他是问我的看法 我也认为 理论上 我不希望西方世界 或者是 我们这样说吧 因为其实这个西方很奇怪的一个词 因为他包括欧盟 美国呀 加拿大呀 什么的 其实也包括一些 澳大利亚 新西兰 也包括日本 韩国 对不对 其实也包括台湾 一些在东方的一些国家 都是所谓西方 其实我们这样说吧 Liberal democracies 那些真正民主国家 那些民主国家呢 我不希望 他们或者是我们 用中共的一套 对吧 随便去禁止 所谓敌人 他的一些社交网 像TikTok那样 理论上我不希望 但是问题是 实际上 我也不希望 或者是我更不希望 我们继续 以一种文明的方式 去对待一个流氓 对不对 这个流氓是谁 首先第一 中共 我儿子平平 第二呢 俄罗斯 普京 就是我儿子平平 他的干爹 第三 阿里亚美内 伊朗政府 第四 什么朝鲜 进争战胖 什么的 其实 这种独裁者 多的是 这种专制国家 多的是 这种流氓 多的是 我们这个所谓 西方世界 或者是这些民主国家 一直 以这种文明方式 对待这些流氓 我是觉得 玩不下去了 不好意思 就是我 我希望 我们文明 彼此文明对待 美国跟 跟德国 有一个什么那种 冲突或者啥 我希望大家文明 遵守规则 对不对 但是 你要怎么文明 跟中共做生意 或者是跟中共 中共交流 根本没门 在他认为 他可以利用 国际法 或者是一些规则的时候 他乖得很 利用 但是一旦他认为 这些规则 对我不利 他就无视了 刷流氓 不是吗 对不对 这段时间 我们从 这么说吧 这个 自己也跳动 这是中国公司 对不对 在中国的话 我们也都知道 所有公司 都有听党的 那是我儿子 平平他自己 说的 对不对 那么 TikTok其实也属于他的 TikTok自己说 哎呀 我们不是 我们是国际公司 而且我们的CEO 是新加坡的 或者是 wink wink 好吧 你的这个折销布带好了 是不是 你以为 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是中共手下的一个公司 而且控制那么多账号的 给你推送content 内容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们记不记得 前年还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 不是有一个 TikTok的一个用户 美国的一个姑娘 他那个时候搞了一个 其实搞得挺聪明的 挺极致的 搞了一个小视频 自己给那种 makeup advice 叫你怎么化妆什么的 然后一当他开始化了 他就开始讲 维吾尔祖人 在新疆的一些待遇 就是他们那种 所谓再教育政策 那个视频 好像最开始 被TikTok下架了 被下架了 后来媒体关注 TikTok说 哎呀 不好意思 哎呀 出现了一个什么错误事吗 你中国公司 again wink wink 对不对 然后这段时间呢 这几天一直 我在Twitter上看到 我在Instagram上看到 各种 TikTok视频 一些那种 TikTok网红 在那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这是为什么 不能禁止TikTok 为什么呢 因为也能自由 为什么呢 因为我我我我听到最滑稽的一个说法是 有的人认为好像禁止TikTok 是美国右派的一种阴谋 因为TikTok上面有很多自由派年轻人 所以美国右派就是那些什么他妈的那些穿粉什么的 他们不想让你不想要那些年轻人发声 所以他们想禁止TikTok 你能不能再扯淡一点吗 这个这个整个法案 它是bipartisan 不是右派 也不是左派 是大家一块 而且你问任何一个关注中国的一个 稍微有一点支持水平的一个外国人 还不是中共的那种那种shill 那种那种大外宣 你问他TikTok你怎么看呢 会说哎呀这个 理论上不要禁止 但是实际上危险 危险 有那个东西存在 危险 什么眼的自由 我都看到一个说法是AOC 那个左派的那个那个那个政治人物 专门注册了一个TikTok 好像是今天的事 昨天的事 然后在TikTok上面说 他为什么他是左派的 对不对 Democrate 说为什么他反对禁止TikTok呢 因为他认为不能这样对于一个公司 最好要立法管控所有 类似的那种社交网公司 包括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什么的 就是要要要管控他们 怎么用你的Data 他们搞不搞Data 他们会不会利用你的个人信息 什么的 那我觉得这个理论上我也支持了 AOC 就是我跟你完全 同样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所有那些公司 包括他们的算法 都要管 就是我 而且我甚至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 我的我一直 你来的一个想法是 我觉得最好 禁止那些算法 那些退送content 退送内容的那些算法 就跟你说 你关注了一个 比如说 你关注了一个王思同 那就王思同 所有发的那些 发过的视频 微博呀 Twitter呀 Facebook呀 啥 一个一个社交网公司 一个一个把你列下来 按照时间 Chronologically 对吧 你关注一个老雷 关注一个什么 麻剧 然后我的 我昨天的推文 你看到 你昨天看到 然后麻剧今天的推文 你今天看到 然后我今天的推文 可能是在麻剧之后发的 那就在 在他之后出现的 而不是说 系统认为 你现在要看一个什么 范冰冰 算法 我是 我是真的是受不了 那些算法 我就全部都禁止好了 包括在YouTube上 我不想要那些算法 我不想要 Spotify 音乐 我不管 你给我随便推送 我听了一个什么 朋克一首歌 你给我推送 不知道 一百个 类似 你认为 类似的一些歌 我支持 但是不好意思 那种内容 比如说视频 比如说推文 文章 我不要你推送 我要自己去看 我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 AOC 或者是美国左派 或者是 我们就说左派吧 我们就说 左派 算了 不要幼稚 这个问题 不是关于Data 不是关于 这个这个TikTok 会不会 有那个个人信息 会不会乱用 而是他背后有中共 是这个问题 Facebook 我不喜欢那个公司 Twitter 我不喜欢那个公司 Google 我不喜欢那个公司 我觉得都要管 但是他们背后 有没有中共 猫 所以不一样 他们在 Twitter 你可以说 他的百分之多少 是在 沙特阿拉伯手里 对不对 这些我就不说了 我也不知道 他们百分之多少 是他们投资的 但是道理你懂 对不对 他们的 他们的headquarters 他们的中央 在美国 在一个民主国家 在一个相对来说 民主国家 可以在一个 法制系统里面 可以管 但是 这个字节跳动呢 在北京 还是在深圳 是不是我也忘了 不然在中国 背后呢 是我儿子 频频 亲自会手 这个 而且 我这段时间 首先 TikTok他自己 会说 哎呀 我们是国际公司 我们的 我们的CEO 是新加坡的呀 我们背后 没有没有中共 同时 中共呢 他的代言人说 我们 我们绝 绝不接受 美国不是说 美国政府不是说 让你 自己也跳动 把 把他的股票 给卖了吗 让整个TikTok 退出中国市场 退出中国 当一个 比如说美国公司吗 那样的话 就可以了吗 但是中共说 我们接受不了 你凭什么 接受不了 对不对 如果你 如果TikTok 背后不是你 那还有什么 你不接受的吗 懂我这个道理吗 流氓 你还有文明对待 而且 还说什么 各种五毛 各种 那种大外宣 那说 哎呀 现在大家都骂了 骂了一个TikTok 对不对 那个是 种族主义 就好像我们 接受不了 华人 是这个意思吗 接受不了 什么 亚洲人吗 是这个意思吗 接受 接受不了 中国人吗 是这个意思吗 嗯 种族主义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 美国 西方 这个 这个所谓 民主灯塔 是不是 他在讨论 要不要禁止 他还没有 做决定 对不对 他在文明讨论 这个讨论的水平 我就不评论了 我看了一些 一些 水平 国会里面的人 无知的人 还很多的 对不对 这个我就不说了 但是最起码 他用的是一个 法制过程 去去看 要不要禁止 TikTok 对不对 忘了要说什么 对 对 美国那边 在讨论 要不要禁止 TikTok 你中国那边 那些杨五毛 什么的 那些 那些什么 大外宣 什么的 包括一些西方 左派的一些人 在说 哎呀 你光这样说 你光考虑 要不要禁止 TikTok 那个是种族主义 那我问你 TikTok 能不能在中国用 不能 为什么呢 因为被禁止 因为中共 接受不了 TikTok 那我问你 中共是不是 排华 是不是 讲种族主义 接受不了什么 亚洲人吗 华人吗 中国人吗 嗯 中共 它可以禁止 TikTok 美国不能禁止吗 是这个意思吗 流氓 流氓 是我的话 TikTok禁止 微信 禁止 最起码 这两个 禁止 看你怎么玩 我是觉得 用文明那种方式 去对待一个流氓 可能是一种 理想主义吧 我反正会觉得 玩不下去了 是这样 接下来呢 和平 或者是 世界和平 这个说的是 是不是有点大了 对不对 这个话题 但是真的是 我儿子平平 他这段时间呢 到处跑 到处搞和平 发现了没有 对不对 我都在想 我儿子平平 我们当时 生他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 给他起的名字 这个禁平 是不是 促进和平的意思 是不是 有可能 我忘了 我们当时怎么想 但问题是 如果我儿子平平 他的名字是 促进和平的意思 那远平是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是 当时就是喝大巴而已 完全忘了 不知道 反正我这个儿子 习促进和平 这个平平 他到处跑 到处搞和平 这段时间呢 我记得是 上周的新闻 对不对 他不是自己 亲自去的 中东 但是 那个周有新闻 说 沙特阿拉伯政府 和伊朗政府 他们宣布要 重新去 建立外交关系 对不对 就是他们之前 断交了 然后现在又 又好起来 哎呀 和平和平 而且都说了 这个 这条新闻 幕后有 有中共 就是 让那两个国家 好起来了 或者是让他们建立 那种外交关系呢 是中共 我看到那条新闻 我 首先 我承认 首先 第一 我承认 那个幕后有中共 我为什么 不能承认 对不对 那个 给他们一个场合 让他们慢慢说 那肯定是中共 对不对 第二呢 我承认 那个是 那个是好事情 或者是 不一定是坏事情 因为原则上 我认为 我还是希望 所有国家 都有外交关系 就是彼此 建立外交关系 我不希望 一个国家 他再流氓 我也不希望 他跟其他的国家 断交了 我觉得这种 这种状态 是不健康的 是危险的 那么依然跟 沙特阿拉伯 是十年前 什么时候 断交了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 忘了是因为 什么事情 什么矛盾 我觉得这种状态 是不好的 所以说他们现在 又要好气了 要建立关系 我觉得挺好的 表面上 问题是我老雷 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跟 其他人看法不一样 我是不是有一点 cynical 反正我 整个这件事情上 我没有看到 任何和平 这两个字 我没有看到 和平 沙特阿拉伯政府 和伊朗政府 准备建立外交 外交关系 我是觉得跟和平 没有什么关系 不好意思 我看到的只不过是 三个流氓国家 三个独裁国家 中共 中国 伊朗 沙特阿拉伯 他们互相帮忙 仅此而已 这个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沙特阿拉伯 有钱 稳定 但是是一种很 一种很吓人的一种 一种独裁 对不对 中国 我们也都知道 对不对 有钱 同时也没钱 但是稳定是稳定 而且是一种 很吓人的独裁 对不对 那么伊朗 没钱 彻底没钱了 竞技不行了 不稳定 我给你们讲过 N多遍 对不对 发过各种视频 讲他们那的那些 那些抗议活动 老百姓上街 都六个月的事 就是六个月 他们一直连续上街 他们受够了 不要他们的政府了 竞技 真的真的不行了 而且真的感觉好像是 伊朗那个 那个政府 那个独裁政府呢 虽然他的整个模式 很吓人 但是 可能不是说马上 马上这个词用错了 但是迟早 会倒塌 不行了 不是说 今天的事 也不是说这个月的事 那年底 再过几年 反正是迟早的事 伊朗 完了 over了 那么如果伊朗over了 他的政府不行了 倒塌了 革命了 对吧 谁会高兴了 我想可能 首先高兴的是 伊斯利 对不对 其次高兴的可能有 我也不知道 阿萨拜疆啊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一些邻属国家 欧盟 或者是美国呀 加拿大 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民主国家 肯定会高兴了 或者是 肯定会觉得 那未必是坏事 对不对 就不一定是坏事情 这个 因为伊朗这个政府如此流氓 如此独裁呢 如果说他倒塌了 哪怕革命了 哪怕乱了 很有可能会比现在这个好 对于我们来说 对吧 这个实话是说 我们肯定会高兴 谁会不高兴 如果伊朗他的政府 对 还有一个会高兴 伊朗老百姓 对不对 首先是伊朗老百姓会高兴 谁会不高兴 谁会觉得 哎呀 这个伊朗 伊朗政府舍不得啊 不能倒他 首先 中共 我儿子平平 他还是希望 他有其他的一些 听他的一些 一些或者听从他的一些独裁政府 可以跟他们做生意啊 或者是搞那种 搞各种联盟啊啥 那么伊朗就很重要呀 伊朗跟俄罗斯 给他们提供武器啊什么的 主持人那种事情不是很多吗 对吧 所以说 而且他的什么一带一路啊 伊朗人 你不知道他们给我抱怨了多少次 自己的经济 其实也是被中共毁了 因为中共一直在往哪进口 进口产品 他们自己没有什么 对付的抵抗力 没有 就是进阵力 没有 还有谁 不希望伊朗倒塌 沙特 沙特不是伊朗的死敌吗 名义上是 表面上是 但是其实 沙特 他不希望一个 民主的一个 强大的伊朗 一个伊朗 那个叫啥 崛起是不是 崛起起来 他不希望 他希望一个像现在这么弱的一个独裁政府 在那就可以了 让自己的 把自己的老百姓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说 哎呀 一朗不行 是我们的死敌 但是不要他倒塌 要一直养他 一直养下去 养下去 养下去 那对他来说还是好事情 沙特阿拉伯最怕的就是 各种所谓颜色革命 他的感染性 如果说伊朗真的革命了 真的建立了一个比现在好的一个一个模式 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那会不会沙特阿拉伯他的老百姓会觉得 那我们也可以啊 虽然我们这儿经济还好啊 但是谁想那样过日子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怎么说 伊朗政府呢 他为什么要跟沙特建立外交关系 因为他缺钱了 因为他越来越不稳定了 任何一个外来的帮忙 他都愿意接受了 哪怕是沙特阿拉伯的 那么沙特为什么要跟他建立外交关系呢 因为他其实不希望他倒塌 仅此而已 那幕后是我儿子平平 促进和平的这个平平 哇太棒了 说到世界和平 我儿子平平还真的去俄罗斯 去跟普京握手 对不对 就是我也是见怪不怪 我跟你一样 我看着我觉得 你不是促进和平吗 儿子 对不对啊 在俄罗斯非法侵略乌克兰的情况下 你去俄罗斯 你去跟一个上周才被定位战争犯的一个 普京跟他握手 对不对 国际刑事法院不是说他是战争犯吗 要抓吗 结果你你平平 促进和平的这个平平 你去跟他握手 去当个小弟 真的是 而且那个时候我看到了一条新闻 说那个 周立波对不对 在微博上发了一个 一个国图 中国领土对不对 就是以前的中国领土 现在的中国领土 中国那些领土上的损失 大部分都在北边啊 都是被俄罗斯吃掉了不是吗 结果我都不知道他是被禁言了 还是只不过是那条推文 那条微博 不让发了 还是被怎么样了 反正你中共真的是 你什么时候去把海参丸要回来 我想知道 嗯 你有种 你去跟他 你去跟他要吧 促进和平 我这个贵儿子 最后呢 在我们那些包主之前 最后的一个话题呢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要吐槽一个观点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观点 这个观点书 我在推特上面看到了 我当时 我近待了 我看到的时候 我在想 这个真的是一个意见领袖发的吗 一个评论员 发的这种观点吗 不是一个匿名小号 是一个KOL 一个中文KOL发的一个观点 蠢到家了 蠢到那种地步 蠢的让我觉得 我自己头疼 知道吗 就是 我不跟你们说是谁发的 这无所谓 就是我的重点 也不在于那个人身上 我不想搞那种人身攻击呀 或者说 说他蠢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要强调一下 我不觉得那个人蠢 我觉得那个观点蠢 这个不一定是有 可以画对单号 知道吗 就有的时候是观点蠢 人也蠢 有的时候是观点蠢 人不蠢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有的时候就就就会比较蠢 对不对 包括我 或者是有气我 有一些观点蠢 OK 那我给你们念一下啊 这个 我都不知道 我是不是念完了之后呢 我需要吐槽 我需要解释 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个逻辑 自家信仰如此的厉害 自我吐槽就就够了 但是我看到60个转发 我看到900多个赞 我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点 让人有点 稍微有点失望 所以说呢 我给你们念一下先啊 你们好好听 那个KOL 中文KOL 不知道是戏嗨了 还是喝大了 反正他说了那么一段话 他说 说个政治不正确的话啊 OK 我听到那段话 我已经觉得 所以我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心理准备 就是是不是需要把自己的智商 呃 落低一点 才能够介绍 OK 他接着说 我我支持平选运动 对LGBTQ群体 也认为完全是正常人类社会的一部分 Oh yeah 但 但 是但是的意思 这是but There's always a big but 对不对 但 OK 干嘛 接着说 但 你要说小美人语 非要用黑人眼 这才代表观念的重构与进步 这事我不太认同 OK 上帝是黑人的设定都还好 非要把没人语 百学公主 都弄成有色人种 这个实在是接受不能 好吧 然后现在他打着一种比方 马龙 百郎杜 就Marlon Brando Marlon Brando演唐太宗 演多好 也不对味 我需要吐槽吗 需要吗 真的需要吗 就两个点 第一个点 这个比较基本嘛 谁说过非要 这个词从哪里来 非要 你说的这个 非要用黑人眼 非要 谁说过非要吗 都说也可以 对不对 小美人语 也可以用黑人眼 也可以用白人眼 也可以用亚洲人眼 也可以随便一个人 都可以 而不是非要 而是也可以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才是重点 最后的那个例子是 Marlon Brando演唐太宗 演多好 也不对味 我不知道 对不对味 我不知道 Marlon Brando都已经死了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他 假如说他演一个唐太宗 会不会对位 我不知道 但是唐太宗是历史人物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是历史人物 对不对 请问这个 小美人语是什么 是不是 童话故事的一个 虚拟人物 你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一个黑人眼 一个白人眼 一个亚洲人眼 一个随便一个谁 演一个虚拟人物 你还好意思在那叫吗 人家是什么 小美人语 半个美女 半条鱼 然后你在这纠结 他的服饰 然后你还扯上一个唐太宗 你写这条推文的时候 你是吸大了 还是喝嗨了 我不知道 不好意思 真的 搞得我这边快要天黑了 我们今天就一个宝主 没有时间了 这个宝主是一个老朋友 阿比 你记得吗 请我吃三个包子 谢谢你 再次感谢你 阿比 而且阿比说的挺有趣 我给你们念出来 全部 阿比说 我终于活下来了 活过来了 哈哈 给老雷买包子 庆祝一下 fuck这个魔幻的世界 最近新疆那边 又开始新一轮的抓捕 朋友工作的地方 突然被警察 传入检查手机 一天突袭好几回 还有人莫名其妙 就被警察带走了 信息全无 真希望自己有超能力 把这些可怜的维祖 哈萨克 回祖等等 所有共产党 视作严中丁的人 都传送到中国境外 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 再不能普通的老百姓 只想和家人在一起 过简单安稳的日子 哎 怎么说 说着说着又 低落起来了 打住 期待你重新上路 等你走到 走到家的时候 飞过去找你玩 谢谢阿比 我确实也上路了 对不对 这些可怜的老百姓 咱们不能忘掉啊 这是最低的底线 不能忘掉 Peac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